他叫小德 今年刚满11岁 却已经是一个艾滋病毒的携带者 因为一场医疗事故 在输血的过程中不小心被感染 虽然病情还不严重 可以暂时回归正常生活 但小德妈妈心里清楚 跟儿子在一起的日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周围的邻居也因为小德的病从来不跟他们家接触 甚至还在院子里加装了乍兰 小德虽然有母亲的悉心照料 可内心的孤独感还是让他十分渴望一份同龄人的陪伴 直到有一天 乍兰的另一边出现了一双好奇的眼睛 这个小帅哥名叫Eric 是大家眼中的问题少年 性格孤僻 没有朋友 单亲妈妈也从来不管他 经常半夜很晚才回来 把Eric一人留在家 这天Eric正在后院玩游戏 乍兰那边的咳嗽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尽管母亲严令他跟那个艾滋小鬼保持距离 但隔着乍兰的几句交谈 让两个孤独的灵魂逐渐产生了共鸣 在听到对方说艾滋病不会通过空气传染之后 Eric鼓起勇气翻过了栅栏 这是两人第一次正式见面 年龄差不多 但小德因为生病明显要矮上一截 不善言语的两人 多少带点少年的羞涩和尴尬 但很快他们就打成了一片 玩着各式各样的游戏不亦乐乎 而当Eric得知小德自从搬到这里 就从未离开过家门半步后 他怂恿小德拿上零花钱跟他一起偷跑出去 小德说自己身体不好 走不了太远的路 于是Eric用橡胶内胆当小船 载着小德一路顺流而下 他们来到镇上的超市 小德说自己很久没吃过糖果 Eric就干脆抓了一大把 回去的路上 Eric找了辆购物车 让小德坐在里面 谁知这时三个熊孩子冒了出来 对两人出言不逊 还骂小德是怪胎 之前遇到这种情况 Eric只会默默走开 但这一次 他拾起地上的石块 向熊孩子扔过去 然后推着小德拔腿就跑 他踩在购物车上 顺着大下坡一路奔驰 虽然过程相当惊险 但不管是Eric还是小德 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 到了晚上 小德的妈妈邀请Eric留下吃饭 平常只能吃速冻食品的他 吃得狼吞虎咽 连饭后甜点也舔得一干二净 还提出要吃小德剩下的 但却被小德的妈妈阻止 因为他知道 虽然唾液不会传染艾滋 但为了安全起见 这种事还是不要尝试 Eric知道对方是为自己着想 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 说等小德的病治好后 带他去吃更多的冰淇淋 而小德的妈妈听完后 强忍着眼泪 接着收拾餐桌离开了客厅 Eric不知其中的缘由 于是小德解释道 妈妈这是怕我等不到那一天 听完小伙伴的话 Eric沉默了很久 他开始意识到 死亡距离小德真的很近很近 天真的Eric不知道是从哪看的偏方 买来一堆不同种类的糖果 让小德混着吃 又去河边摘一些植物 熬成汤给小德喝 这天Eric在一份小道报纸上 看到说新奥尔良有个医生 从植物中提取出了 杀死艾滋病毒的有效成分 虽然这种报纸的新闻 一般都不可靠 却也让他坚信自己的方法是对的 但事实证明 在Eric的各种疗法之下 小德的身体不光没有好转 还因为喝尽植物毒素 被送进了医院 而Eric的妈妈也发现了 儿子经常跟那个艾滋小鬼一块玩 他非常生气 上来就是几巴掌 还说明天就把他送去夏令营 跟小德断绝来往 Eric不想自己刚结实的好友 就这样离开自己 于是决定偷偷带着小德 去新奥尔良找那个报纸上的医生 果然孩子的世界就是这么的简单 觉得有病就得去治 可殊不知 有些疾病是没那么容易治的 就这样 两个只有11岁的小男孩 划着小皮艇顺流而下 带着小鳄鱼 开启了一场冒险之旅 可没过多久 他们发现 就照这么划 猴年马月也到不了目的地 于是Eric来到码头 拿出所有的积蓄 搭上了一辆顺风船 这天调皮捣弹的Eric 带着小德潜入游艇主人的房间 竟发现了一件了不得的东西 这两个小鬼第一次见识到男人装的精彩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两个人用批判的眼光 聚精会神的看起了杂志 然后Eric竟然又在里面翻到了一打钞票 果然是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啊 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 两人望向窗外 两个小姐姐上了船 给游艇带来了青春的气息 看着别人的快乐 Eric很是羡慕 但自从小姐姐上船 也严重拖慢了行驶的速度 船主人只顾着狂欢 把Eric和小德赶下船 让他们住帐篷 深夜 Eric被小德痛苦的声音吵醒 发现他浑身冒冷汗 衣服和被子都被汗液浸湿 Eric赶紧跟他换了衣服和睡袋 问他是不是做噩梦了 小德说自己经常会这样 感觉自己身处黑暗中 好像在宇宙里漫游了亿万光年 直到最后 一切都化为虚无 自己也已经不在人世 看着小德落泪 Eric掏出自己的一只鞋 当小德以后睡觉的时候 可以抱着他 这样醒来的时候 如果还感到害怕 只要闻到鞋子的臭味 就知道自己还安全地在地球上 身边有Eric的陪伴 小德笑了 这一晚他抱着Eric的鞋子睡觉 格外的有味道 第二天醒来 小德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随身携带的药也快吃完了 得尽快离开才行 Eric催促船主快点出发 但船主没有理会他 Eric只好偷偷游到船上 把船主藏在杂志里的钱全部顺走 然后跑路 两人穿过树林 在公路边搭上一辆皮卡 好不容易来到了车站 谁知之前的船主人已经出现在那里 要拿回他们的钱 Eric带着虚弱的小德仓皇逃跑 他们爬过屋顶 跑进了一座仓库里 还是被船主人逼到了死角 Eric掏出水果刀 开始比比画画 谁知对方也是个狠角色 掏出了一把更锋利的蝴蝶刀 还耍得相当溜 这时小德一把夺过小刀 他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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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养 那他伸出流着血的手掌 对准面前的壮汉 壮汉看了看自己手臂的伤口 立马怂了 因为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用血液做武器 来保护自己和他最好的朋友 果然壮汉像见到温神一般 吓得一路狂奔 带着同伴逃之夭夭 Eric非常兴奋 而小德却体力不支 虚弱地瘫坐在地上 Eric赶忙脱下衣服 想给他包扎伤口 可小德却不让他靠近 因为他害怕不小心将病毒传染给好朋友 等他们回到车站时 小德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眼看就快不行了 Eric只好带他回去找小德的妈妈 等Eric下一次见到小德 就已经是在医院里了 但两个小淘气包并没有因此 就乖乖安分起来 在这枯燥无聊的医院里 他们玩起了狼来了的游戏 这次恶作剧成功让他们找到了点乐子 但回想起护士的话 两人的笑容逐渐退去 他们知道了小男孩可能真的没多少时间了 但这时小德的主治医师却安慰他们道 医生的这番话 成功点燃了男孩活下去的希望 之后的时间里 Eric每天都陪着小德 但小德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 最后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这天Eric问他准备好捉弄下一个人了吗 小德没有说话 笑着点了点头 当Eric哭着把医生骗进来后 他躲在外面等着看小德起来吓医生一跳 但医生摸了摸脉搏 小德没起来 医生又摸了摸脖子 小德还是没起来 接着医生拿听诊器贴在小德胸口 看了看时间 对进来的小德妈妈说了声抱歉 原来这一次他不会再醒来 医生很遗憾地宣布了小男孩的死讯 而小德的妈妈静静地看着儿子 一言不发 这时他没有哭 可当他送Eric回家的时候 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在举办葬礼那天 Eric身穿黑色正装 一直守在好友身旁 他知道小德害怕黑暗 害怕寒冷 于是Eric伸手整理了一下小德的仪容 在离开前 留下了那双他们曾经一起冒险过的剥鞋 愿自己的鞋子能让好友无惧死亡的黑暗 他也带走小德的一只鞋 放在密西西比河里 愿好友的鞋子能够顺流前行 去到两人不曾到达的目的地 这部电影名叫 《鳄鱼剥鞋走天涯》 是一部超高分冷门家片 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 因为一场医疗事故 在输血过程中不小心感染了艾滋病 也正因为这场灾难打破了他的人生轨迹 从他懂事的那天起 死亡的阴影就一直陪伴着他 而那道浅浅的白色栅栏 就像一道敬畏分明的分割线一般 隔绝了两个世界 外面的人不愿进去 里面的人不敢出来 因为恐惧 人们都不愿意翻过这道心中的栅栏 但这两个纯真的小男孩 做到了很多成年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放下心中的隔阂 建起一座通往彼此的桥梁 Eric的出现 温暖了小德那颗孤寂的心 陪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而小德的乐观和坚强 也让Eric收获了成长 在他们的世界里 死亡是那么的虚幻且遥远 而彼此之间真挚的友谊 就是照亮他们世界的那道光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鲜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 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